印度海军缺少经费 维拉特航空母舰当废品拍卖 开价2500万 无人问津 有意思的是 印度总理对该航母极度厌恶 媒体报道 12月17日 印度海军在一场拍卖会上 将其维拉特航空母舰作为废品拍卖 起价2500万美元 但没有任何人对该笔交易产生兴趣 此次拍卖流拍 运气将会进行新的一轮拍卖 价格将会下调 2019年11月 印度批准了将维拉特号航空母舰拍卖 在7月 印度海军因为经费缺少 无法负担维拉特航母的维护工作 提出将该航母出售的建议 维拉特航母是当前世界上最古老的航母 二战期间的1944年开工建造 1953年6月完工 最后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到1985年7月 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期间 1982年参与了马岛战争 1986年4月 印度海军花费6300万美元购得 改造完后于1987年正式服役 至2017年3月退役 该航母在英国皇家海军及印度海军中 一共服役的62年 是服役时间最长的航母 将维拉特航母当废品处理 除了海军的经费紧张 还因印度此前的计划有变 在最初的计划中 印度当地官方将该航母改造成博物馆 不过最终没有成型 另外 该航母目前停靠在孟买港口 对已经拥挤不堪的港口造成压力 印度海军也想及早处理 既节省维护的费用 也可以腾磨出空间 给新的军舰停靠 印度现任总理莫迪 也对该航母表达了极度的厌恶之情 在此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 莫迪指责海军的这艘航空母舰 成为了已故前总理拉吉夫的私人邮轮 声称在1987年 该航母刚刚交付印度海军之际 前总理拉吉夫携带妻儿登上该航母 进行了一次十天的私人度假旅行 虽然该指责遭到了数位海军退役将领的联名否认 但是毫无疑问 在现任总理的宣认之下 维拉特航母成为了印度海军 甚至印度国家的腐败象征 有意思的是 在2019年9月 巴西海军的一个代表团 在访问印度时参观了维拉特号航母 不过当时巴西海军否认了采购印度航母的说法 稍后巴西方面也宣布了将圣保罗号航母当废品处理 如此看来 巴西海军同印度海军更大的可能 是在探讨如何将废弃航母卖出好价格